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合作发展的元朗赞上路站第一A期项目 帕龙一星期三正式公布架单 在计启德Monaco Marine之后 近排第二个开架的新盘 首张架单涉及168伙 提供1至3房单位 实用面积介乎354至762尺 提供最高1乘6的折扣 折扣尺价介乎大约16000元 去到19000元 折扣平均尺价大约17600元 这口价和具有铁路概念的元朗站对Yohokub 首批折扣平均尺价大约19900元去比 低超过一成 但赞上路站附近配套仍然有待成熟 发展商说项目日后有加价空间 即使近排有多个新盘推出 但认为市场对住宅仍然有需求 看到这么多新盘推出来 其实是好事来的 因为其实整体上 因为看到是 好像大家那样说 明天就已经可以 大家的水路设施稍微放松 也都看到各样的 大家四人限聚都已经逐样放松出来 我们都看到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 有不少二手买卖的成交都增加 我们看到市场上对住宅的需求都很大 有份参与项目的交话 也都表示看好今季的楼市表现 现在疫情已过了两年 尤其是最近疫情很严峻 现在开始改善了 我相信益压了的购买力 是会络络释放出来的 今次推出的入场单位 在一旗二座一楼B2室 实用面积354尺 一房年开放式厨房间隔 折实售价近608万 不过要留意 这个单位属于极低层 大门口也都对阵电梯口 而露台就面向清朗公楼 或者会有草因问题 另外发展商也都趁着礼拜四 政府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开放展览厅 参观一个新推出的三房示范单位 以五座八楼A6室为栏本搭建 实用面积768尺 单位间隔经过改动 将靠近入门位置的储物室 连套次改为细书房 令整个客饭厅更加深长 外连三合一露台增加空间感 柏龙一总共提供715伙 以一房和两房互营为主 占全盘超过八成 留花期超过两年 连往后的期数 总共提供大约2200伙 恒地The Hany 2星期三上载了楼书 至于近期加推的Monaco Marine 发展商说总共收到大约3700飞 超额弱莫12倍 两个新盘有机会同时销售价 意味着启德即将上演新盘战 元朗铁路盘开架之制 在另一个供应重镇启德 也在有新盘进入销售直路 恒地旗下的The Hany 2 星期三上载楼书 项目属于单堂式的住宅大厦 35层高合共301伙 是同系列楼盘之中 首次没有开放式的间隔 留意户型组合 项目是主打一房和两房 各占项目比例超过四成 一房实用大约是380至410多尺 两房再细分不同的户型 分别在于有没有连衣母间或者是储物房 面积相差大约100尺 对于上车客来说 最关心的是入门单位 属于低层H室 一房都有379尺 楼书显示 大门旁边预留了凹位 适合摆放鞋柜 睡房和客厅之间只是显示了一条虚线 有机会是采用烫门分隔 不安装实场 增加单位的灵活度 而连接睡房的浴室 交楼标准就会提供衣母间 值得留意的是 项目一梯九火 A至到C室的三个大单位 和另外六个比较小的单位 是使用不同的走廊 各自有两部电梯 如果繁忙时间想用另一边的电梯 就要穿过垃圾房和冷气机房旁边 The Henny 2公布楼书之后 短期内将会开放示范单位 有机会和近日加推的 惠德峰Monaco Marine 在同一个时间销售 启德新盘战即将上演 有代理就认为市场有能力消化供应 新款推售出来 也会看到购买力重返正轨 加推反映了发展商对市场的承接力 是有信心的 The Henny 2的另一项优势 是属于极短期的楼花 原定关键日期在今个月底 但早前就改为6月30号 即是只有两个月楼花期 项目在木泰街向外望体育园的方向 和鄰近Monaco Marine相比 估计景观会比较开扬 不过参考项目一期去年年中的开价 价格就创了启德区的新高 首张价单截实尺价高达26400多元 定价禁进取和投地成本有关 因为项目所在的地皮 是恒地四年前由海航手上 以日价超过一成二手买入 每平方尺地价已经达到15100元 比同样是向海航买地的Monaco Marine地价 高了大约2% 无线电视赴广全报道 近期二手市场气氛转好了 不过仍然看到市场上 有业主录得涉样的个案 代理就解释了 因为现在的市况 还未回到楼市的高峰期 所以看到有高买低买的情况 都是合理的 随着疫情变得稳定 多了买家出动看楼 购买力逐渐释放 以至近期二手交投唱黄 不少业主见市况回暖 都将耳价幅度收窄 不过这个情况 就未必适用于 心急买楼套现的业主 市场上录得多宗二手蝎羊 集中在新界东 其中在马鞍商银湖天峰 有业主为求卖出单位 不惜在三个月之内 反复减价超过二百万 单位属于六座中层私室 实用面积一千零一十几尺 三房一套开积 业主最初在今年一月 以一千七百八十万放盘 由于开价高过市价 故此未能吸引买家恰信 后来反复减价 去到今个月再减到一千五百五十万 终于有买家感兴趣 双方已价四十万之后 单位以一千五百一十万沽出 折合赤价大约一万四千九百二十元 代理表示 原业主在2018年 以一千五百六十万买入单位 次货四年 占免亏损大约五十万 同样在新界东的沙田 有业主不惜亏损过百万卖出单位 沙田第一城十五座中层A室 实用面积近八百二十尺 三房套间隔 原先开价一千三百万 上个月减到一千二百万 单位最终以近一千一百四十七万获承接 实用赤价大约一万四千元 翻查资料 原业主在2018年 以大约一千三百万买入单位 持货四年 占免亏损超过一百五十三万 至于在九套山 都有投资者要涉让离场 日龙角一座低层A室 实用面积九百三十几尺 三房套年工人套房开职 业主早在2020年 已经有放盘的意欲 当时开价一千八百万 不过未能成功出售 就转卖为租 直到上个月 他再决定以一千三百万放盘 经过多次移价之后 单位最终以一千二百零百万逆手 实用赤价大约一万二千九百六十元 据了解 原业主持有多个物业 以他在2015年大约一千二百五十五万的买入价计算 持货七年 将免转手 股价大约一千四十七万 对于在市况转往之下 仍然录得多宗 中虚价人成交 有代理表示 这种高买低买的个案 只是属于个别例子 业主各个都不同心态的 个别赚钱 个别赚本 这个成交我想是个别事件 就是业主想套现 看看你何时买入 一百年的年终 和去年2021年的年终 就是香港楼价最高的时候 业主是在高位买入 现在在低位买出 现在疫情令到楼价都回调了很多 其实我们回调 在去年第四季已开始回调了 他又认为市况正是回稳 但还未回到楼市高峰期的时候 认为市场上出现蝎样成交 也算是合理 现在先休息一会 回来有置业有发 会请来律师讲一下 在单位内外安装闭路电视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回来节目时间 不少业主都会在家里装闭路电视 有律师就说 为免触及私人问题 要特别注意安装的角度和数量 看看他怎么说 为了顾及家人安全以及防盗的理由 不少人都会在家里安装闭路电视 而监察家人和工人的情况 但只要是涉及到录影功能的闭路电视 就有机会涉及私人问题 因此必须小心处理 否则就有机会误堕发网 普通的闭路电视暂时的法律是没有反对的 这样子之后可以安装 不过安装可能构成一个个人私人的收集问题 所以第一件事要考虑就是这个闭路电视 是没有录影的功能 如果没有录影功能是即时的情况出现的话 其实那个私人条例已经不适用了 只不过当是一个等于你走出去看着那个地方 一样的 如果有录影功能的话 就变成了可能构成一个个人资料的收集 如果你说家里的话 基本上你会拍到家里的亲人或者一些容工 你会收集到他的资料 包括他何时走出某个位置 什么时候坐在那里 什么时候可能在做什么 这是个人资料的收集 其实现在暂时 个人资料的私人职员工厨那边 都容许在工作的场所 安装闭路电视 律师说安装闭路电视本质上没有问题 但实际上单位内外的闭路电视 都不是可以随意安装 安装的目的 收集资料的用途都必须明确 而且又责任妥善处理收集回来的资料 有几个原则要遵守 第一 一定是否有一个合法的目的 而去收集这些资料 假如以前已经出现过一些 比如说疏忽、虐打 或者疏忽照顾老人家、小孩 已经出现了这些个案的时候 或者怀疑的个案的时候 当然他这个合法的目的 他想看着究竟有没有这些疏忽 或者有时可能是刑事罪行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这个目的就很急切 也很需要做一个搜集的资料 就说一定要符合了有一个合法的目的 第二就算有合法的目的 你安装的时候都要照顾几件事 第一就是你收集到那些资料如何处理 比如说如果你是想着防止一些 疏忽、意外、刑事的一些活动的时候 基本上那个时间就不需要太长的 其实你可能那一晚或者第二天 或者那几天之后都知道情况出现了 如果你收集那些录影的话 那个储存的期间只能够是几天 或者最多可能是一个礼拜 那就视乎实际的情况 但就不可以有储存的时间太久 除了安装的原因要合法之外 安装闭露电视的数量也有要求 安装太多数量的闭露电视 可能属于不合理甚至违法 如果是没有的 发现一定要可能要录影的 那就是你的录影的设备 那个范围和程度合不合比例 比如你打算是怕那些老人家可能跌倒 录影的范围或者地区 就是BB房或者是老人家房 或者可能是厅 那一些比较私人的地方 可能就没有需要 比如一些厕所 或者一些我叫一个人的 就是不会有照顾情况出现的 比如厨房可能都未必需要 或者露台的都未必有需要安装 那就算是安装的话 这个数目也要看看合不合比例 那如果你说一安一步 或者两步有些隐蔽的位置 那基本上有时两步 应该都差不多拍得完厅的了 或者房子的了 那就没有需要安装到十步八步 所以这个数目也有一个合理性 除了在安装前要做好准备工夫之外 也要坦白和雇员以及家庭成员沟通 最理想的情况是取得同意之后 才进行安装和录影 兼着被收集个人资料 那些人员的一些反应 比如说是老人家 你也要问一下他 我拍着你 怕你不小心跌倒 或者什么 或者小孩子可能你都问不到他 但是会有个工人的情况出现 你也要通知一个工人 第一 你有这个录影的设备 可以安在哪个位置 第三 为什么要在家里 你也要安装闭路电视呢 其实家庭都可能 心灵神会都知道 你想拍着谁 这些都适当解释 就是说 这样是为了保障双方 因为有时候小孩子自己都会跌倒 老人家自己的行动不便 可能也会跌倒 如果这样 因为这样 而赖了某个人 其实都不是很公平 所以如果有些客观点的证据 是不是又不是很侵犯私隐的 一些比较上 我们叫公开一点 大家都会经过的地方的时候 那可以 如果有意外发生的时候 都可以释除各方的疑慮 可以这么说 有些客观的证据 那也要跟一些被影响到的工作人员 跟他说一声 除了室内的闭路电视之外 不少人都会选择 在防盗眼安装 一个具摄录功能的防盗摄录机 律师说 使用的时候 必须只是拍摄门外的情况 若然对着其他人的门口 都有机会触犯私隐 门口安装录院的设备 就视乎功能 以及它要达到合法的目的 是什么 如果是怕一些怀疑的人物 在那里安装一下 这个防盗眼 这个录影是有需要的 但是它安装的位置 都要留意一个角度 是否 基本上是它门口 对出的位置 对出的位置 会不会见到公众 一些其他走廊使用的人 如果它是一些独立村屋 它就安装门口 可能都经过很多人 会出处的地方 会经过它的门口 基本上是作一个 我们叫防盗的用途 怕有人叫门 或者怕有人塞住锁匙箱 这些有需要的合法用途 都是暂时容许的 不过又是刚才那些原则 律师提醒在选择这类摄录机的时候 应该减少使用拍摄范围过大的款式 否则有机会触犯其他人的私隐 另外又提醒户主 不应该随便将记录的内容公开 否则也会带来其他私隐问题 全湾区发展成熟 交通方面之余 民生培套也齐全 吸引不少外区学进驻 而区内的租务交投都比较活跃 参观屋苑楼宁大约十五年 主打几百尺的上车户营 原来能保养是怎样呢 我们一起看看 全湾立方主力供应二、三百尺的小单位 屋苑在2007年开售 当年入场费只是大约一百万 项目只有一座提供四百四十个单位 基座设有商场 参观单位实用面积大约四百三十尺 原积三位只是的几间房 商业主划分为两间 位于中层但景观开阳 可以看到海景 也可以看到丁九桥 监望少量的工厂大厦 合法厅呈长盈 两个房间并排 一个房间放了高架床 另外的房间放了商人床 以及高身衣柜 洗手间保养尚算整齐 切油浴缸 洗手间保养尚算整齐 车身车 厨房设有曲直到桌面 摆放冰箱、煮食楼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